文成 évidemment 李贺秀 好來,請各黨團 連絡一下,各黨團 柏冕官你有吃飯嗎? 有沒有 謝謝,感恩,感恩 謝謝啦 我們的便當不一定很好啦,才有生意啦 好吃好吃 126案開始嘛 好 工業局有幾案 你們都做也快快了啦 好 你們還有 水利署 現在市到135 你們就剩 130 你們剩50案而已 蛤 剩50案而已嘛 對啊,他們剩50而已 現在已經126了 才60案而已 快點啦 還有一點點看會不會 不是啦 哇 大家 支持啦 大家看那個 啊 好久了 先按著我們身體下啦 你們那個會 那個時候總統衛生會出去 你們那個拜託要按著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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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你好 好 嗎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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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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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感谢观看 那这样子 我们 对 对 我们 通案 感谢观看 我们 第六幕 在 我们 好 是决定 是冻结10% 那 是书面报告 我们 现在我们 第三顶 我们就并定 就配合 顶 所以是决定 4亿多了 我們就策案啦,我們就併入那個桶山的項目處理啦,好不好 第165案啦 因為他設備,這一幕設備很多,桶山5%對他來說這一幕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就不要再減累800,就依桶山,納入桶山啦 800就納入桶山處理啦,好不好 齁,你再額外增加,他們會很辛苦啦 總經費,那個3、5億的部分總經費就多少 87億嘛 那個設備總經費就多少 90億 90億,對 那這個部分刪了5%,其實對水利的建設,我們會去調整工作的項目來應應桶山的需求 好啦,這800萬我們就不要了啦,我們就納入那個桶山來處理啦 齁,那166策案啦齁,那167,凍結五分之一,168,凍結五分之一,169策案,167,168,這個能不能請曾委員來一下,為什麼要凍結五分之一?我們是不是就是凍結百分之十,他來提專案報告了嗎?能不能這樣? 我跟你講,這個我們這幾天有跟總委員有做說明,他是同意去凍結百分之十,然後改成書面報告 你都有專案報告的,你就直接配合專案報告就好啊,就跟親民黨黨團一樣 好,現在是第三幕嘛,對嘛 對嘛,凍結百分之十 就配合啦,配合委員會凍結百分之十,提專案報告啦齁 第三幕 這個賴委員是凍結五百萬,凍結五百萬這個已經也納入凍結,因為我們是以募凍結百分之十 凍結的數字非常大,這個凍結五百萬在這個結已經沒有意義,我們就納入啦 凍結百分之十,提專案報告,好不好 這委辦費喔 這個委辦費那是納入統三的齁 這跟院長報告,委辦費納入統三的部分,我們已經經過統計已經刪除了兩千四百 我知道,所以我這個凍結就依照統三處理嘛 所以這個就依照統三處理嘛,第一百七十案 一百七十一案也是統三的部分嘛 講補助 講補助,這個兩百萬我們也依統三來處理啦齁 那一百七十二案親民黨黨團凍結百分之十 書面包改,改專案報告,就是配合委員會啦齁 那一百七十三案策案 好,第三幕我們就 就一百七十二齁 然後第三幕我們就凍結百分之十,提專案報告齁 現在進入第四幕 一般建築及設備六百七十四萬 那麼馬委員在第四幕策案 我們就依照委員會的決議通過 第五幕第一倍金六百九十三萬五千元就依照委員會的決議通過 那麼,因為我們都沒有提案齁,有沒有主決議?沒有 好,那我們這個水利署就到這邊齁 謝謝 好,再來中小企業處 中小企業處 委辦會一七四、一七五 這兩項 我們就依照統三來辦理 依照統三辦理 那一七六策案 來第一幕 第一幕 我們中小七月第一幕 在委員會市凍結百分之十,提專案報告 那我們這裡 賴委員凍結百分之十,提專案報告 它是凍結五百萬 五百萬是 在這百分之十的 就是 含 就是 病百分之十凍結 百分之十,提專案報告 把它併入啦 那 一七八 那個 搞入委員 你能不能改百分之十,然後提專案報告? 沒有,我還是要講一下 好,你講沒有關係 因為過去一年我在 經濟委員會 多次的質詢 也深入的研究 我後來發現 宜花東地區都是政策的荒謀 意思就是說 不只是公務預算 前瞻的預算也是 當然就是說 我跟中小企業處這邊溝通 前處長不在 溝通很久 他都說他們有做 可是從客觀的數據跟資料來看 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並不然 而且呢 如果說 我們去看花蓮地區 如果說我們就是 先不要講說 是針對什麼樣的企業 名字都不要講 一個4.5億的企業 中小企業處也去補助 然後呢 真正需要協助的 就是一花東的企業 都沒有拿到資源 那既然中小企業處 已經有定說 中小企業它應該是多大的規模 那為什麼就是說 像這些財團 員工數額超過200人的 我們中小企業處還 特別去補助它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次是真的 要用預算來好好的 鼓勵他們 如何去思考 怎麼樣去協助 花東地區的中小企業 而且 我這裡都還沒有談到 我們如何關心原住民的企業 而是說 今天 這個數據上 是非常的明顯 中小企業處對於 宜花東地區的支持是非常的少 所以我希望這個凍結案 看怎麼樣 不要只是百分之十啦 院長 而且是要專案報告 是不是來跟委員合同一下 大概這樣好啦 是不是呢 麻煩委員把中小企業 花東的專案找來 我請我們中小企業出來 跟他們說明 這樣做業務嘛 早案年嘛 好不好 這樣比較快嘛 我們有誠意啦 好嗎 這個這樣子啦 我來講一下啦 中小企業的福島 是台灣的命脈 那 我們也不要分地區 就是說 東部 如果有一些 中小比較危險的企業 因為那比較大企業是不太可能 對 花東地區也要全力支持 那這個不分地域 也不分原住民跟平地 那那麼 高路委員 因為 我們在第一幕的部分委員會 有凍結百分之十 而且是專案報告 不是書面喔 所以你凍結二十跟凍結百分之十 目的是要他專案報告 所以我們凍結百分之二十 我們從昨天到現在 沒有任何一項超過二十的啦 那就凍結百分之十 十五啦 十五 那種財團拿得到 這個補助 你補助一個四點五億的大企業幹嘛 對不對 你不能講說我們花東地區沒有競爭力 結果到最後我攤開來看 補助的都是大的企業財團 這不需要 他們不缺 不缺這些資源 那個高路委員 我們這樣好啦 做花東地區 我們好好的來 針對花東地區來辦說明費 有意義啦 好 你們專案報告 就把你們的規劃 跟各委員 在凍結所需要的 想知道的資訊 把它說明清楚 因為後面還有不只是高路委員 還有鄭天才委員 還有孔文紀委員 大概都是這個意思啦 那鄭委員跟孔委員 也都是凍結百分之二十 那鄭委員是凍結三千五百三十三萬 那我是建議 他們都是書面報告 我們就依照委員會 讓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 來做一個專案報告 讓委員可以好好的質詢 那全部都改凍結百分之十 遵照委員會的意見 好不好 郭董兄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今天你生日 所以生日不能講太激動 要輕輕地講 生日是一個很好的日子 先深呼吸一下 因為提到這個科目 我覺得經濟部 如果真的有誠意要協助 偏鄉或花東 你就直接講百分之幾 你留給花東用嘛 對啊 這個不能這樣 這個不能這樣 看來看去的 這個 我看這樣 我們全天來來走一段 你們在西部啊 我們到花東地區專門來辦 對啦 但是你不能這樣 不是說明會 我們真的是希望就是有 確切的實施的方案 然後還有定出 就是你們希望達到的目標 協助的計畫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大概剛剛我們副長講說 花東地區 投入住院有佔28% 那我詳細要他們把資料給委員 把這樣子啦 沒有啦 怎麼可能 我跟你講喔 他那個只是一個幾千萬的小案子 然後就說花東地區 佔百分之 我的意思是說 我在這個花蓮這樣子跑 結果真的有一些 有一些年輕人新創的 還跟我講說 他去送案子去審查 結果他們審查委員還說 這個沒有市場性 你在花蓮地區 你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去檢視 結果到最後 能夠真正解決農業問題的 還是這些年輕人 還不是農委會喔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的 這樣的社會企業 或是新創企業 或是怎麼樣 我們都應該要支持啊 不要 不要我每次跑到花蓮 然後碰到一些朋友 在聊天的時候 他們還自己覺得是自己錯 我說怎麼可能是自己的錯 是政府的錯 所以 我支持 我支持 部長的同理心 我們那個 這個這樣講太直接 我覺得這樣不好 我覺得找個時間 還是呢 我請我們至少副處長 帶著陪委 我們到花蓮地區 舉辦說明會 大家直接來溝通 這樣 有誠意啦 好嗎 好 那就動絕二十嘛 就 嘛 兩個委員都動絕二十嘛 我跟你講喔 從昨天到現在 我們還沒有超過百分之二十的凍結案 那也有二十啊 那你這樣子 你的經費反而會更少 我跟你講 你凍結多的話 他反而不給 我開玩笑的 他讓我們多做點事 我跟各位報告啦 委員會是動絕百分之十提專案報告喔 專案報告 我們就把委員 你們對花東的輔導 中小企業的輔導 你們要有具體的一些 一些措施跟規劃 那 部長講說 要委員帶中小企業來 不是這樣子 你們要去 然後 他們一定有 當地的 中小企業的相關聯誼會 你們就去說明 那後面就給各位 委員 不只 給單一委員 要給花東相關的委員 尤其是 原住民是全國的喔 原住民是全國的喔 好 那個不是 做成 這百分之十啦 來 沒有我們還是要請經濟部 在這個 中小企業處 這個資源的分配方面喔 不只是 宜花東啦 我知道 所以你看看 現在大家都來了啦 在偏鄉 尤其在偏鄉 對啦 他們資源特別的不只 沒有錯啦 所以你們在分配的比例上 雖然是要公平 但是你對於偏鄉 跟這些 園區的部分喔 要特別再去多關心 對啦 就是 就是說 中小企業的福祉 不只 偏重在都會區還是工業區 應該 讓 創新 新創的事業在各地 都能夠有茁壯的機會 任何的提案 我們就照委員會的意見 喔 通過 第三目 中小企業發展 阿 委員會跟黨團 也都沒有提案 我們 我們一樣照委員會的意見 的決議來通過 第四目第一 議備金488萬 我們一樣 阿 阿 就 阿 也沒有提案 我們就照委員會的 通過的意見 來通過喔 所以 阿 有沒有主決議 中小企業 沒有主決議 那我們就到這邊喔 好 謝謝 沒有來 我們有主決議啊 有主決議嗎 中小企業處 你有提主決議嗎 沒有 在哪裡 沒有阿 在哪裡 中小企業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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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有沒有意見 178 你改主決議 好 那178改主決議 我的意思是說 應該要要求就是他真的 有一個確切實施的計畫 好 這不我們就遵照辦理 好 好 那 好 那這個主決議 我們就通過 好 就178案 改主決議通過 來 我們進入能源局 大家對高路委員都很尊敬 我不是說對你們其他就不尊敬啦 沒有啦 都很尊敬 來 來 我們 第八項 加工 加工 出口區 管理處 及首屬 阿 那麼 在 阿 我們 第一幕的部分 阿 第一幕的部分 能源科技計畫 阿 能源科技計畫 阿 我們委員會 是 趙烈 阿 就沒有 這幾個都沒有 都沒有任何提案 都已經到 都已經 阿 都已經 現在不是中小企業處嗎 阿 加工出口區阿 沒有提案 都按照委員會 完全沒有提案 阿沒有提案 我也要讀過一遍阿 我也要讀不然的話 怎麼可以跳過去 那這些預算就沒有經過學商阿 阿 我要讓各黨團知道一下阿 這個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及首屬 在 第一幕在委員會 阿 沒有 阿 就是照 照列 他們 沒有任何的提案 阿 所以我們 阿 阿 黨團也沒有任何提案 所以我們就照委員會的意見通過 第二幕一般行政 阿 我們 也沒有任何黨團的提案 我們 一樣 照委員會 的意見通過 第三幕 阿 加工出口區的業務 委員會 阿 也是全數照列 那我們 阿 也沒有提案就照 阿 委員會的意見通過 第四幕 一般的建築及設備 阿 阿 委員會也沒有提案 阿 那我們 委員會是照列 我們也沒有提案 我們同樣遵照委員會的意見通過 第五幕第一億倍金 十萬我們 阿 也尊重委員會的意見 我們也通過 阿 阿 那這中小企業處就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進入第九項中央地質調查所 那麼中央地質調查所 在第一幕地質科技研究發展 阿 阿 一般行政 阿 委員會也是照列 我們就照 我們黨團 也沒有提案 就照委員會的意見通過 第三幕地質調查研究 委員會 阿 也是一樣 阿 照列 阿 那我們黨團也沒有提案 我們就尊重委員會的意見通過 阿 那第四 第一倍金 阿 這個 委員會也沒有提案阿 也是照列 那我們黨團 各黨團也沒有提案 我們就尊重委員會的意見阿 我們就 阿通過 那 我們 就進入到能源局阿 能源局 能源局 第一幕阿 能源科技計畫 是凍結10% 提書面報告 那我們 阿 在181案 181案 181案 181案是 五委員是凍結3000萬 那 我們 在 阿 第一幕 在委員會已經凍結10% 大概是2500萬 阿 大概2600萬 左右 那 吳委員這裡 是要 能不能接受委員會的意見 凍結10%提書面報告 這個齁 其實那個數額 沒什麼意見阿 對 因為差個500萬 沒什麼意思 但是解凍的條件不太一樣 他這個是書面報告 阿你呢 因為我這個主要是根據之前就是講那個 皮糖重墊的事情 我一直就質疑他們 該做政策環營品沒有做 那他們 經濟部這邊這個辯解了很多次 最後是 李應援環保署長李應援那個時候 他最後才承認說是應該要做 但是 阿最後有沒有做 還是這個政策沒有這個政策那就不做 還是 還是怎麼樣 因為這個都沒有下文了 來 局長說明一下 是啊 院長委員 我想那個委員非常關心這個桃園的皮糖的重墊 那重點就是說 應該要注意環境保育 然後整個施工的一個方式要注意到整個那個這個有次序的方式進展 那我們來說明一下 事實上為了讓這個桃園的皮糖在執行這個光墊的過程當中 能夠有更多的環境保育還有相關的一個這個管理的作為 事實上我們跟農委會有訂一個農田水利的灌溉的一個蓄水石的設置太陽光墊的管理原則 這管理原則有把那個環境保育的考量還有整體的設計 加上覆蓋面積施工方法跟管理機制都把它涵蓋進去 那其實事實上是可以有次序的來推我們皮糖的一個重墊 然後讓大家能夠看到這個皮糖跟光墊結合在一起 那委員一直很關心的部分就是說這要不要做環品 那事實上我們的環品法裡面有一個這個開發行為實施環境想評估的戲目 它是沒有列入要實施環品的項目之內 因為它不是重要的失地 那這種狀況底下如果要去做政策環品 而且政策環品要上免的時間 其實是很 是有點跟法律上有點不太能夠符合 那我們是建議說 因為現在我們有這個管理原則 我們是可以按照管理原則來進行 那我們願意做專案報告 把這個管理原則目前的執行的方式 如何來避免掉大家所關心的部分這樣方式來進行 好 那我們就改專案報告 書面改專案 改專案可以 可以 但是我要講清楚 你那個管理原則是環品法裡面做的執法 執法自己把母法的範圍自己把它限縮掉 因為在母法裡面只要是能源政策 就一定要做政策環品 而且他 培塘對不起喔 你去文化部查查看 他是被列為國家級重要師弟 那怎麼還是不重要的師弟呢 那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 所以那個時候 他那個要做政策環品的 七項還八項要件裡面 他大概至少符合六項 只是你們自己戲目裡面 那個時候可能沒有想到培塘這件事情 所以沒有列在那個戲 下一次專案報告請他講清楚 不表示 不表示 這樣子 依照母法他不用做 就是委員提出的幾個點 你們去查清楚 了解清楚 然後在專案報告把它說明清楚 所以 我們在第一幕的能源科技計畫 改凍結10% 提專案報告 那 現在問一下現在有沒有在推 沒有了齁 現在因為都要按照這種 比較完整的方式 所以現在都是要先做好設計 所以好像也沒有 沒有看到在推齁 沒有看到在推齁 那 182測案 183測案 180 沒有 院長 183 改組決議 再改組決議 好 還有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 這個 經濟部有沒有看過 有有有 那如果 你們那邊有齁 可以�気 那那接受的話 我們就通過 183案就通過 改組決議 通過 來 謝謝 184案是 鄭委員 凍結50萬 剛才已經凍結10%聽專案了 我們就併錄 那 對不起 對不起 這是第二幕 我看錯了 來第二幕一般行政 一般行政凍結50萬提書面報告 鄭委員我們是不是測案 因為這裡面都是人事會基本的開支 還有一些是統三的部分 那我們凍結50萬再叫他寫一個報告 那個說明一下為什麼 鄭委員對這個有意見 你們要不要說明這針對什麼 鄭委員是針對我們這個偏遠地區 或原住民地區的那個這個 液化石油器的一個補助的部分 他們認為我們在算的時候 可能要更有彈性 那我們有跟鄭委員這邊溝通過 我們在未來年度 我們除了公式之外的話 我們會考量那個面積 因為在東部面積很大很狹長 我們會考量這個運速進去這樣子 隨時他們來做專案報告 你就可以問這個問題了 等一下 上面的第一幕就有專案報告 同樣第二幕你就可以問 所以這個 凍結50萬這個不要啦 沒意義啦 好不好我們就測案 好那我們就第三幕喔 第三幕能源規劃以國際交流 在委員會市凍結10%提書面報告 那現在有兩個提案喔 一個是吳委員凍結2000萬 然後 然後 呃 問能不能就一樣凍結10% 啊因為你第一幕有專案報告了 本來都是書面 他願意來做專案報告 那 這個就是配合 上面的專案報告一併來報告好不好 你說 第三幕 能源 能源規劃 與國際交流 185 185 就您的案 可是不同幕啊 不同幕啦 啊 這一幕 我們一樣凍結10%啦 好 那本來是 書面報告 但是我們是不是配合第一幕 來提專案報告 並案啦 並案專案報告啦 然後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一樣啊 我的 解凍條件不是專案報告 喔 我這個很簡單 我就是要求 喔 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你現在 你的政策根本還沒出來 喔 在這之前 你應該要停工 我要確認你停工 這個 這個 我們 現在喔 在這裡 沒有辦法 確認什麼事情啦 喔 反正我們預算 已經跟他 凍結 10% 然後我們就 請他 避地一個幕 來做 一個專案報告 到時候 吳委員有任何的問題 經濟部 就在那邊 做回應 好不好 喔這樣 因為他要了 專案報告了嘛 我們就不 所以就專案報告 如果我們不滿意 就是不解凍就對了 啊你們 你們當然 不滿意你們可以 講到 讓他們改善到滿意啊 呵 好不好 來 有民兄 詢問一下 現在情況是 已經在動工了嘛 對不對 班傑有沒有在動工啊 今天 記者會他們把畫面拿出來 中友已經在動工啊 牌子都立起來了 目前的進度是什麼樣子 好來 說明一下 今天當然是針對地方政府在談啊 不過他們也是訴求 希望賴院長可以暫停 那 目前 你們進行的狀況是怎麼樣子 院長還有各位報告喔 今天媒體有報導這個環團對於這個中友第三接收站 在去年年底進場動工的這個訊息 那 因為這個 他的訴求是說這個 海岸利用法的這個審查 營建署的審查還沒有通過 就進行這個動工 那 中午我們從中友這邊得到的訊息是 海岸關稿有三個證要申請 那 頭一個證是在去年的三月跟去年 第二個證是在 十一月已經得到這個營建署的許可 那現在還有一個第三個證 還沒有還在審查當中 那至於中友在去年年底進場施作的 並不是屬於這個還沒有審查通過的這個範圍之內 所以 年底在進場動工的這個部分是已經有海關法的審查通過 不是啦 那你證是沒完整嘛對不對 你也同 你也說了嘛 還有一個證還沒出來 還有一個證還沒完整 那你現在去做那你怎麼確保那個證一定會出來咧 那如果沒出來那你施作的不是就白費了嗎 你為什麼全部都出來要再做 沒錯 沒錯 政策不清楚就不要一直做 目前它這個進場已經施作嘛 已經在施作那個已經核准的這個部分 那中友我們已經有向中友表達這個關切 是不是應該要就這個第三個證的取得再進行去研究 那他們認為這個證呢 取得的可行性是很高的 可是為了實程上的這個 呃 的管控啊 希望這個第三階段能夠 越早動工越好 因為再拖下去 事實上對於未來 那銀建署是歸經濟部管嗎 那銀建署發證給你們 那你怎麼知道說這個證一定會過 我的意思是說你邏輯上你證沒有完整 你就不應該去施作嘛 我們就算不從社團的角度 我們從預算審查角度 你也不保證你這個證會過 對不對 那你如果做了以後出問題怎麼辦 我想我們的要求是非常基本的 就你的證申請完整 他們的質疑也是對的啊 那你最後如果真的證有問題 內政部有不同意見 銀建署那邊有要求 那你怎麼辦 這樣子啦齁 這個 預算審查 我們 百分之十 凍結百分之十做專案報告 你專案報告的時候是在下個會期嘛齁 你一定要把 來龍氣賣 現在這個證能不能取得 還是已經取得 都要做一個確認啦 齁 然後跟委員會好好的做一個說明啦 好不好 齁 因為 你現在 齁突然 要再改變 一定蠻多事情都會有問題 那如果 到下會期 你來做專案報告 證還沒有著落啦 那你可能 要考慮後續你要怎麼處理啦 這個都要想清楚啦 我覺得剛才 許委員講的是善意啦 好 這個公投的案子出來以後 到底我們整個能源政策是怎麼樣 這個講清楚 確定 第三天然氣熱戰 一定還要蓋 然後 它是不是還評是不是 沒有問題 跟我們的藻礁的關係是什麼 講清楚以後 大家同意以後 那個時候再來繼續做嘛 你不能說我已經坐下去 一直一直發 一起一起一直發 然後到時候說 那你不做我都了錢啦 那有點這樣先做再說 這樣不行啦 這個不是我們要求的 好 我們請政委員 報告院長 現在台灣的那個火力發電的部分 大家都要求不要燃煤 那大家又對於天然氣的接收戰 有需求但是又不能蓋接收戰 這個都有矛盾啦 那現在是不是要要求說 經濟部喔 中油在這個第三天然氣接收戰 的一個開發喔 你們不能夠在 違法的範圍裡面施工 就這樣嘛 就像你蓋房子一樣 你不可能到使用執照 都同意下來之前 你就不能蓋啊 他一定是蓋完之後 看到哪個階段才能 要求到哪個階段 所以他現在是在合法範圍內施工啊 那現在這個第三天然氣接收戰 它的開發量體 是過去 民進黨執政之前的時代 它開發量體的十分之一而已 以前是 以前是200公斤嘛 現在是20以來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開發量體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也是經過環評通過的啊 那現在要要求就是 合法範圍之內才能說 對啦 我們這樣子啦 我們已經同意 要來做專案報告 到時候把這一些 都理清楚啦 好不好 理清楚之後 你才知道怎麼做 我們現在不要在這邊再辯論 這個要用火力發電啊 天然氣發電 核能發電 到最後 都全部不要啦 那我們就用蠟燭啦 所以 所以我覺得我們 不要在這邊討論這些政策啦 我們先以預算做主軸啦 好 曾偉你覺得 呃 凍結百分之十專案報告 可不可以接受啦 呃 大王議員這樣我贊成您 對 好 來 呃 因為現在剛過完年 那李愛峰店的這些廠商 從過年前炒到過年後 都在講說 因為去年的每度電價是5.8元 今年是5.1元 但是外界的專家講 美國最新的一度只有2.2元 那後來 後來這些 離岸的風電 就見了部長之後 那部長似乎 政策上 又要放鬆 又要往上拉 部長 你們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一度電多少 你好像又放鬆囉 到時候大家去炒就有糖吃 這以後不得了喔 不是放鬆 現在我是說 我們那個公司 還有參試 都公告給大家 然後呢 這些開發商 你們針對能源集 所速算出來的5.1 這樣的一個 所謂預告的堵過電價 認為哪裡有不合理 要提出具體的佐證資料 這樣啦 主要是這樣而已 我們沒有什麼放鬆 沒有 要提高喔 沒有 大家講道理 好 那這樣子 陳委員這個問題 已經處理好 我們 就恢復到預算來喔 我們 這個 能源規劃與國際交流 凍結10% 改 專案報告 那剛才 大家關心幾個委員 關心的問題 就要納入這一次的專案報告喔 那麼 186 王委員育民 凍結500萬 這個 我們就併入 凍結10% 提專案報告 因為 來 那 還有 有沒有 主決議 來 高 金委員 不是高陸委員 啊 你們為什麼都姓高 比較想念他喔 他這次都沒有來 好 那個 123案剛剛保留的 123 對 123案 好 就是 新達 電廠的 這個 主決議 剛剛有跟經濟部 討論好了 好 有新的文字修正 好 來 來大家看一下 123案喔 那麼 因 啊 本來是 現在是因於 高雄品質不良期間 在電力供應 無餘時 執行 新達電廠南梅機組 降載 減排 令三座 新達 新南氣機組 因分別以 112年7月1日 113年及115年陸續商轉 是這樣子嗎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123案 來 好 謝謝經濟部長 省部長 從早上到下午 大家辛苦 謝謝 你們要加油啦 加油 經濟部台灣的命脈 就是要靠你們啦 所以 加油 那個誰 農委會 啊 這樣 你那個 農委會的資料呢 在這裡 這裡 有有有 農委會給我 我還是我們 有 你一定 都沒有 真的 不是 沒有 好 哪 哪 農委會我們今天出席的是李副主委 好 那我們就開始處理農委會的預算 那麼我們農委會稅入的部分 我們就依照審查會的審查結議來通過 那針對第一幕農業科技研究發展 第一幕農業科技研究發展 在審查會是簡列一千萬 凍結10%提專案報告 那麼我們在親民黨黨團是簡列一千萬 凍結10%提專案報告 那麼習委員188策案 需永明委員改主決議 這個主決議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個189先拿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是在大本的裡面有沒有 好 那就看189你們先看一下 我在處理下面你們先看一下 那190馬委員是凍結800萬提書面報告 那已經在前面委員會已經凍結10% 能不能就納入10%提專案報告 反而更能夠了解 所以是不是馬委員這邊能夠併入 簡列就是凍結10% 然後提專案報告 那個 再來 191 192都是測案 193 許委員改凍結100萬 這個1.1億都沒有 我們就併入原來的10% 凍結10%提專案報告 院長 不能說1.1億都沒有 可以這樣講 好 有意義 有意義 我們 我只是講說 凍結100萬 非常有意義 我們就納入審查會 一併來併案處理 這樣好不好 謝謝 好 今天你生日你講什麼我都聽你的 生日休息還來 好 生日趴 那 這個 189案的主決議怎麼樣 大家有沒有意見 可以 好 我們就通過189案 哈 來 請 這個 196裡面 柯委員提到 196案我們是第二幕 等一下還沒有到 好 那 第一幕我們 就 凍結10% 啊 專案報告 喔 然後簡列一千萬 就照委員會的意見 喔 那專案報告的時候 將委員的 啊 凍結有意義的提案 要非常重視 是 好 第二幕 一般行政喔 一般行政大概都是 喔 法律的固定支出喔 跟一般的人事費用喔 喔 那麼 委員會是簡列一百萬 那麼我們這邊 有 啊 啊 194 謝謝吳委員 策案喔 一百九十五 喔 改凍結 十分之一 提 書面報告喔 是 一百九十六 是 改主決議 來 這個主決議 我們請各 黨團看一下 一百九十六 我繼續處理下面喔 下面 許委員 育仁 簡列七千萬 那 改凍結一百萬 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凍結喔 一百萬 那麼 我們 啊 時代力量黨團 啊 有民兄這邊是凍結百分之三十 我先講我再請您講話喔 那 一百九十九 策案 兩百案 賴委員 是凍結一百萬 提書面報告 那麼 喔 這委辦會 我們這通案 第兩百案是通案處理喔 那 兩百零一策案 那個 許委員 凍結百分之三十 喔 喔 這是特別會 欸特別會 等一下我們再討論一下喔 那二百零三 是凍結十分之一提書面報告 它只是針對 喔 一般行政的農業法規的管理及訴願 喔 這個 才凍結二十萬而已喔 凍結二十萬 是不是 啊 我們 請政委能夠策案喔 這個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 針對 第二幕 的部分喔 我們 就來處理 啊 這個 呃 196組決議啊 不是 鄭委員 天才 凍結十分之一提書面報告 還有 那個 呃 柯委員 智恩 這個鄭委員 來 您要講的196 改組決議這裡 來請說 好謝謝 謝謝院長 我要利用機會請教你副主委喔 就是有關會就是主文外界非常的緊張 我相信這個也非常緊張 那我想請教您 到目前為止 您認為台灣會不會淪陷這第一點 第二點 有哪些具體的措施 第三個 你的經費 假設 現階段 要處理 後續的配套措施 經費夠不夠 比如說你可以用第二億賠金啊 因為今天行政業又跑出來講喔 那花 三百多億的 那所謂 財政符合力啊 要用來防止 朱恩的事情 想到什麼做什麼 我所以 想這個幾個問題 請教李副主委 來請李副主委 來回憶一下 跟大院報告 跟委員報告 我們當然希望說 能夠透過我們相關的防疫作為 能夠盡量第一個先把這個 整個非洲豬瘟的病毒 阻絕在境外 第二個 坦白跟委員說明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萬有入侵的病例的話 我們也依照這個整個行政院的指示 希望把每一個序幕場都做好 生物防治安全的這個措施 即便它有個別性的感染 都能夠把它圍堵在個案場內 而阻斷它的傳播管道 那至於說 這個 在這個科智恩委員 這個改組決議的這個提案裡面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按照這個裡面所提的 這個中央災害疫病中心 以及下面所屬的災害疫病中心的作業要點 依動植物疫病的這樣的一個作業編組 來啟動各部會 那明天傍晚 明天傍晚五點的時候 會再度召開 跨部會的會議來做 那再跟委員進步報導 就是有關這個經費的部分 第一個 會由我們農委會所屬的農損基金這邊來支應 第二個 再不足再會 會來向行政院請求預備金來支應 那如果說 真的還有其他不足的話 當然就要再請行政院再來做其他的調度 農損基金現在多少錢 我們請會計這邊報告一下 是農損基金 我們現在從產業結果調整的那一塊 來先來支應 那因為現在 估計說你是要一億還是五億十億都還說不準 所以 總數那個基金 農損基金 我記得是他應該是每年大概有六十幾億 那現在一億到現在已經 啊現在剛開始年度而已啊 我們現在就在省 不是啊那個已經編組了 那編組了 那個早就編組了 農損那時候我再當農委主委就編組了 那現在總數多少 那費用啊 還有農損來支援 但是 他是每年的需要多少會編進來 他不是用累積剩餘金 對啦 他也是一個特殊基金 他是花了然後你再補 花了再補 花多少補多少 蛤 看天然災害的狀況 不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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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曉得啦 現在他們編大概編多少 等一下 榮損基金你們是編多少 榮損我 我記得是 差不多七十億左右 大概都這樣子 沒有 沒有 今天都乾脆省啊 對 是要省啊 你要講 我還會輔助這個基金 對對對 對 基金是一千億 你是滾動的啦 好 那這樣子喔 這個 196案的科委員的主決議 我們就通過啦 是 院長有一句話喔 這是倒數123456 倒數第六行的 鮮有錯判情勢之疑 這句話可以不用啦 他其實很早就預警啦 沒有什麼 對啦而且台灣現在還沒有 但是我們已經在防疫了 沒有錯判啦 好不 好啦齁 這一句話掉 就修正通過啦 那現在我們 時代力量黨團 針對有兩 第二幕的兩個 兩個節 兩個節 有一個是特別會 這個特別會 我們是不是不要出 因為主委已經辭職了 我提一下 主要是 我想副主委也有看啦 主要是針對這個封年社的事啊 為什麼會有特別費 因為封年社 目前是副主委在兼董事長嘛 是 那我們長期而言就覺得說 真的政府自己要來有媒體嗎 我們都談黨政軍退出媒體 結果封年社這個是很清楚 就是政府的媒體 然後 副主委又去當董事長 那選前又因為這個 封年社社長去什麼新書發表會 然後你們兩個搞的 要他離職又互告 那到底長期而言 當然這比較大的政策 我們以後可以再談 就是說 如果大家都有公廣集團 也希望把政府媒體都放公廣集團裡面去 那就 封年社 農委會長期的定位是什麼 那我們後面是有個主決議啊 希望除了說 應該有一個清楚的處理 那第二個 是不是副主委 主委就不要去兼什麼董事長了 你又去當媒體的董事長 然後你因為 裡面 這個社長去參與什麼 你從你的角度 你當然覺得是政治行為啦 那從媒體獨立的角度 你去參加這些 然後你又因為這樣子去把它離職 引起很多爭議 這有必要嗎 真的能達到你們當時 繼續射封年社的這個效果嗎 好來 來你說明一下 跟委員還有跟 跟大院報告 第一個 在前年 時代力量黨團 本來就有提出一個決議 認為說 這個封年社去兼營一個農船美 是一個不恰當的這個 定位 所以我們在新的社長上任之後 就已經經由董事會的決議 要來做這個轉型改組的這個調整 那所以這個未來 所謂的這個封年社去經營媒體 這個顧慮 在這邊跟大院報告 這個不會再存在 那所以我們再一次跟各位報告 封年社一個有悠久歷史的 由政府捐助的一個 屬於政府機關的這個財團法人 他的定位就是農委會所屬的農業文化事業 而並非所謂的一個媒體 那第二個 根據大院所通過的財團法人法 我們未來整個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 原本政府的這個董監事就必須要過半 那政府過半的這個 而且所屬的這個捐助的來源幾乎都是農委會 這我相信院長也非常清楚 所以那由農委會派任去擔任董事長 這個是依法所做的這個執行 所以在這邊先跟各位報告 好 你這邊講說轉型成文化事業 那他現在主要的內容是什麼 跟委員報不是轉型 就恢復他的本質 我一個一個講嘛 第二個你 本來這個社長你們 你們要求他自行請辭 然後你又跟他 他又來告你 這個 這也是我們覺得說 到底 農委會的這個政府主委 有必要去參與這個事嗎 那不能有更專業的 你可以派任啊 可是要不要你親自去兼 這是兩回事啊 那第三個就是說 你們後來任命的 是有二十多年媒體經驗的 這個劉 劉女士啦 是吧 那所以基本上你還是從媒體的角度去看他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公網集團 我相信其他政府機關也是有所謂政府媒體啦 教育電台什麼的 那未來是不是比較整體的都放在那邊去 那當然我們先在這邊沒辦法討論這個政策 可是我意思是說 從農委會的角度而言 不論是豐年社或是農傳媒 你們有必要再繼續 那第二個 你如果真的要繼續持續有影響他 你可以派任 那你需要副主委去兼任嗎 你現在跟他告來告去這對你好嗎 對農委會 我們現在農委會只剩下一個副主委嘛 主委辭職 另外一個副主委 就剩下你 你現在又要去管諸汶的事 然後你現在又要去上法院跟他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後面的主決議有提 希望以後就不要讓你們這些高層 去兼這個董事長 結果你們給我回事說 這個絕對不行 那我實在是不瞭解 後面的一個主決議我們有要求 我來看一下 我們就一幕一幕來處理 處理到那裡再處理 所以我意思是說 所以才跟院長這邊報告 針對所謂特別費這個事 不是針對副主委本人個人 我是就是說 未來 主委副主委就不要 我也當然知道 之前的副主委也兼過台肥啊 可是那是站帶 你不可能副主委一直在當台肥董事長 那是因為你找不到人或怎樣 你站帶 你現在的情況好像是長期 你要去當這個董事長的位置 我其實覺得沒有必要 你要派任也可以派任更專業的 免除這些政治上的紛擾 而且我覺得形象也不好 一個 副主委擔任這個 就算你講文化事業的董事長 政府出錢的 這個好嗎 會不會反而引起更多紛擾這樣 所以我們才會提說 凍結三層 然後來個專案 然後未來下 後面的主委 特別會 特別會排專案沒有意義啦 那前面那個可以 好來請各位 三天要講本黨好像都啞巴一樣 來來 來等一下 不是啦 我把話講 我要講一下 我要講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我來處理 麻的給你講 我講一下啦 就是說 至少有一個事情 我是認為 最近在非洲豬瘟這件議題上面 農傳媒的很多重要的政策宣誓 以及宣導 真的做了我覺得很不錯的一個成果啦 因為我看到的最早在提到 包含非洲豬瘟的提醒 以及提醒民眾 關於說我們都快要這個 口提議可以拔針了 不要再陷入疫情 其實這個我看到轉貼最多的 就是農傳媒那篇文章啦 所以這邊我還是要幫忙講一下話 就是說 在定義上面你要去說 大家可以去認定 他要不要讓農委會的主管 去擔任他的這個 所謂的農業文化事業 這個主管的主管 但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是 這個既然是農委會所屬的農業文化事業 他去 Echo 政府在重要的農業政策裡面 去幫忙把資訊傳遞出來 這個是有盡到他該盡的責任啦 好來 柯偉 這個應該講一下就是說 你現在在談的是要把 所長的特別會 凍結百分之三十 那所長的特別會 現在主委沒有 他是副主委 所以我們把主議今天搞清楚 這是一個事情 該也無關的 這條是 所長的特別會 的問題 他是副主委 那第二個 風田社 風田社長期以來 大概我們進來 立委 院長在這裡 他也當過農委會主委 他是用農委會一個 一個文化事業在 他們農委會做哪些事情 包括整個 整個 整個介紹 農業 農業的介紹等等 好像是常來存在 那 他的政治性 性格是比較弱一點的 不是 他最主要是在做農委會 產品 農業政策的 那至於 就是說 董事長 是不是可以由你來監 那實際上提一個案子 就是說 有不可以讓副主委來監 農委不得派任 副主委到 這針對性的 只要 政府的官員 監什麼財產法人 在法律 法律 允許分類都可以 那並不是說 有一個黨團 或是某個人 做個 做決議 就要來造成了整個 任官 上面他們來主導 我是覺得這個 議員 不可能接受這個事情 那你以後 也可以接一個 叫你下台 我們要做個主決議 不可能吧 就是說 你說這個 政府組董事長 你有沒有違法辭職 就這樣一個 至於社長跟你搞不好 社長把他派得掉是吧 等一下 我講完吧 我講完 社長跟你搞不好 然後 他怕他笑 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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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廟已經更疊了嗎 離職 離職就好 跟董事長 要吵架 然後叫董事長要下台 這樣的話 你 其實我們意思好像是社長在報酬 要介入這個事情 沒有沒有 這個公眾 可總到講話要根據事實嗎 我聽你講話 我把他講完 等一下 那個特別費 是包含副主委的 特別費 我們在這裡已經講得很清楚 讓他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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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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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農民 是非常重要 我在 十幾年前 我不知道我會 大概 農民每一戶 都會透過農會 還有 合作社 相關的系統 就會 分送給農民 來參考一些技術 農業的改良 各方面的一些資訊 所以也廣受農民的翻譯 至於怎麼任命董事長 總經理還是要照規定的程序來 那 的確這件事情的爭議在當時是有一些爭議 所以我們希望農委會在這方面也應該 來做一些自我的一些檢討 我們不能講你們完全不對啦 還是要檢討 因為會發生 而且會最後會產這樣的狀況不好啦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拜託一下有民兇 特別會雖然副主委或許我們凍結30% 但是為了30%特別費沒有多少錢啦 特別來做專案報告一點意義也沒有 你叫他寫書面報告也沒有意義啦 我們這個能不能這個凍結30%特別費這個我們就不要 好 來 院長報告齁 不是只有特別費這個案 等一下 我就是要處理吧 我就是要 這個如果特別費你能夠接受能不能測案 我們再來處理你的第二幕的 有一個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 維持業務會的部分我們再來處理這一個啦 好不好 院長這個事情是這樣齁 因為他不是一般的財團法人 他是媒體 啊你的社長去參加新書發表會 那你認為說啊這有政治意涵 然後你去處理他 你就會讓人家覺得說這是政治干預媒體 你當然會講說他有他的功能 我同意啊我沒有說 龍船美貨豐年社做得不好 我講的是說你去這樣處理的時候 為什麼選前會鬧成這個議題 大家都覺得說啊你這樣去處理的時候啊你 後來也在找一個資深媒體人 啊這時候 大家就對他的獨立性跟專業性產生懷疑嘛 啊當時副主委做這個決定 啊你現在還在跟人家鬧官司 所以才會有他特別費處理的問題 就是說這樣處理到底得不得當 對啦 那第二個就是說 OK我當然知道院長意思齁 特別費我們可以不處理 我希望是在其他案子裡面第一個 這個凍結然後專案報告然後想說長期而言怎麼處理 好我們來找我們這樣子啦齁 這個特別費這個有明兄他有同意可以策案齁 但是我們把這個案子併入在第一案的凍結的專案報告裡面來合併處理啦齁 第二幕一般行政 併入第一案的專案報告把這個議題 在第一幕的專案報告 納入在專案報告的內容的裡面把它說清楚啦 未來風連社的走向 然後 包括人員的派任 你們有什麼新的想法 都把它講清楚啦 好來政委 院長我這邊一個具體建議啦 其實真的是政府不適合介入經營媒體 雖然你不是商業的媒體 所以那個農傳媒三個字 你告訴人家說農傳媒不是媒體就奇怪嘛 是 你們不管怎麼改組 我建議你們把名字改一改好了 我不是改風連社喔 是農傳媒 是 好不好 如果要叫農傳媒就歸入那個公廣基本算了 好 好啦 就這樣子啦 不要再 那另外齁 永明兄 一般行政的基本行政工作維持業務會 這個有統三 在裡面啦齁 你在凍結百分之三十 對他們的運作齁 恐怕會有困難啦齁 因為一般行政大概除了人事會 就是一般的業務會啦 那委辦會這個也在統三 業務會也有部分是統三的部分啦齁 那 呃 呃 在一般行政喔 他們是簡列一百萬啦齁 那現在 委員會呢 委員會是簡列一百萬嘛齁 那 我們現在 也徵求 呃 國民黨黨團 領導一心 你們這邊是 有 鄭委員天才的提案齁 是 動捷十分之一提數面報告啦 齁 百分之五就,因為這個大概都是一般行政啦 都是法定的義務的支出啦 百分之五就將近要2500萬左右了 2500萬 會非常多了啦 好,那那個 有明希望我們是不是用百分之五啦 然後提書面報告一併處理啦,好不好 好,那裡面還有統三的部分呢 好,好不好 那這個就書面報告 就,冻結百分之五 簡列一百萬,提書面報告 另外,徐委員剛才講的就併第一幕的專案報告 來處理 好,來,第三幕,榮越管理 榮越管理二百第三幕 那麼,榮越管理在委員會是簡列一千萬 冻結百分之十做專案報告 大家聽清楚 冻結百分之十做專案報告,還簡列一千萬 那現在喔,聯繡委員是簡列十分之一 病動結十分之一 這個簡列十分之一喔 簡列十分之一就三億五千 三點五億喔,這個出去喔 會被農民罵死啦 這個 這個我們都是農村上來的委員喔 我覺得不要去刪減榮委會相關的預算啦 這個農民喔 跟勞工 好,來 怎麼樣 報告院長,這裡有 李燕修委員這邊有同意有新的修正 來,你說來 李委員這邊有同意冻結五百萬元,提書面報告 好,冻結五百萬,提書面報告 好,我們先把它記上去喔 因為你冻結 你已經同意冻結百分之十就冻結三億五千萬了耶 所以你五百萬就歸入啦,就納入啦 我們不是說不要,就納入啦 因為每一筆冻結絕對有它的意義 我們就納入啦 那黃昭順委員是冻結十分之一改專案報告 我們同樣是冻結 因為百分之十 是十分之一 所以這個比黃委員的還多 所以我們就一樣納入 那專案報告是一致啦 那在下面 那個王玉銘委員是改主決議 這個有沒有問題 第206案 你們先看一下 那個各黨團也先看一下啦 那馬文君委員是冻結兩千萬 改書面報告 我覺得我們就 來王玉銘委員的 那個 你們有沒有問題 這三個月改下會期啦 三個月改下會期 這個我們會跟 會跟衛福部一起來 一起來遵照辦理 看一下喔 你們要看一下喔 有關帶品的部分 你們要看一下喔 有沒有問題 跟委員報上一次的在委員會裡面提出的專案報告裡面 這就是本來我們努力的目標 好 那我們就改下會期就通過喔 是 好 那 2020年100% 206 來 206我們就修正下會期就通過 那麼 馬委員是冻結 兩千萬 我們這邊已經冻結 3.5 3.5億了喔 所以我建議 馬委員的也併入 併入我們的 委員會的 凍結案 做專案報告喔 那清兵黨黨團是凍結20% 我們是不是能夠拜託喔 清兵黨黨團能夠也一樣凍結10% 然後接受專案報告啦 這農業 我們不要 一下子讓他們凍結這麼多啦 這個農業的部分當然是我們最支持 對 我們 尤其是我們 同意院長的這個決議啦 但是在這裡還是要跟農委會做一個要求 就是 農委會在跟對岸的部分 就是溝通合作的部分 你們要持續再加強 是 特別是防疫的部分 是 這個部分你們要再去多做努力 是 那我就尊重院長的決策 好 我們 在 清兵黨黨團的208案 我們就那 錄委員會凍結10%的專案報告啦 那再來是 時代力量黨團這邊的提案 凍結30%大概 9700萬是 大概是 30是 900萬左右啦 是900萬 那 已經凍結3.5億 是不是有民胸也能夠納入裡面啦 好不好 好 那 我們 時代力量209 有 30%的凍結 同樣 我們跟農委會做一個要求啦 來 就是說在這個農業人才培育的部分喔 還是要持續加強 是 還有就是農業缺工老化的問題 非常的嚴重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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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 更積極的去處理 確保我們台灣糧食的安全 好不好 好 如果 好 這方面 農委會就 確實來辦理啦 我們會來努力 那 212案 同樣就比照 併入委員會來處理 因為你這個是到進入結 的一個 三檢 他的數目也不大啦 因為我們在這一個 木已經凍結3.5億了 所以 數字非常大了 所以 這個 我們就併入 那 國民黨黨團 王委員的 育民 王委員育民的 我們一樣併入啦 那 有民兄 在農業推廣 講補助會 這個有桶三了喔 這有桶三 所以 我們就一桶三處理啦 那 賴委員 士保 講補助會 一樣是一桶三處理啦 那 216案 許委員他測案啦 是 那 217案他也測案啦 是 那218案 改凍結 300萬 提數面 包括這1.11 這個非常有意義 我們就併入委員會啦 併併併 是 謝謝 這不能再講錯 我不能 廖國洞生氣啊 他今天生日 我不能讓他生氣 好 那 我們這到 219案是測案啦 好 那 這個 這個 我們第三幕喔 就簡列 1千萬 凍結10% 提專案報告 是 好 218是市面報告 專案報告 218 奈斯保 沒有啦 奈斯保那個市面報告全部併入 你專案報告就包含書面報告了嘛 他專案報告比書面報告還嚴格啊 所以全部併入專案報告 我當然知道 好 就這樣 好 我很怕他們就說 不是 我很怕 好 來 那我們進入 第四幕 農業發展 農業發展 農業發展喔 在委員會喔 啊 凍結10% 也是一樣專案報告喔 凍結10%是凍結4.3億 好 我先 喔 申告加速說明是凍結4.3億喔 2.3 2.3億 2.3億啦 對不起 是2.3億喔 對啦 是2點來 那我們 第四幕喔 來 我們 十分之一 黃 昭順委員 他是書面報告我們央納路 但 改成專案報告 是 那 馬文君委員 也一樣書面報告我們改專案報告 他都不動載 那 親民黨黨團也一樣改專案報告 好 好不好 我們沒有把你的案撤掉 我們是併入 好 委員會的提案 併入啦 好 沒問題 那 馬文君委員 在一個三千萬元的 是不是前面他已經 我們就一樣把它併入 併入做專案報告 是 是 就223 那 224的部分 凍結10% 書面報告 彭委員的我們一樣改專案報告 併入 225 策案 226 許委員 凍結十分之一 書面我們一樣改專案報告 就配合委員會 那 227 227 江委員是凍結五千萬 我們是不是一樣併入做專案報告 你的 227 因為比227還 我們凍結的比這個還 蛤 我們凍結 是 2.3億 而且專案報告 2.3億啊 好 好 那 親民黨黨團 這個是第八幕 所以第四幕 我們 就遵照委員會的意見 農業發展 就凍結10% 提專案報告 是 是 第五幕 會營業特種基金 第五幕 委員會是佔照類 我們一樣 沒有黨團有提案 我們就 通過 通過 那麼 第六幕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8 我們就 委員會也沒有提案 我們就通過 那 第八幕 社會保險業務 社會保險業務 親民黨黨團 有凍結五百萬 改提書面報告 要不要 說明一下 還是 我們 策案 怎麼樣 還是 這是 要不要 第八幕 第八幕 社會保險業務 第八幕 這裡農委會已經同意了 我們改 凍結五百萬 好 凍結五百萬提書面報告 是 好 第九案 老年農民福利 今天 我們這個就 委員會 就 決議 通過 我們就 遵照委員的意見 我們就通過 趙勵 來 主決議 二二九 大家看一下 二二九 是我們 今天 壽星的提案 我們要 對他好一點 是 有關這個 悲難上進的 蓄水設施改善等等的 這個 我們會來 遵照言議辦理 我們在 遵照委員的 指示 我們再來做這個 現場的勘察 就是他的 主決議 你們能夠接受 應該這麼講 所以我們就通過 這樣就好 這樣更簡單 廖委員我講的對不對 好 二二九 我們就通過 各黨團隊要注意看 二三零 我們會裡面遵照辦理 好 那就通過 二三一 也是遵照辦理 好 那你一個月 像立法院這個 你一個月改下會期 我們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都改下會期 是 二三二 一個月改下會期 是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好 那 二三三 是 遵照辦理 好 那就通過 二三四 是 一樣遵照辦理 是 好 那我們就通過 二三五 二三五 也是遵照辦理 是 好 那我們就通過 二三六 好 對 是遵照辦理 是 好 那我們通過 二三七 對 是遵照辦理 二三八 我們也是遵照辦理 那二三九二四 領事 策案 是 是 來 二四一 二四一 平科園區 是 我們同意遵照辦理 是 改正 好 二三 二四二 說明一下 來 哪個修正的文字 那主席我這邊有做一個文字上的修正 你有沒有 來 先給你 這邊是要求 不要派正副主委至封聯社長期擔任 我當然知道你現在兼啦 我沒要你立刻辭 可是 他還是個媒體 雖然剛才政委員講說不要把封 什麼 容傳媒傳媒不要放上去 可是你的本質還是一個 媒體的性質 雖然是來做這個政務宣導 對不對 那你當然可以派 可是需要正副主委去兼董事長 而且長期在那邊 那你自己也惹了一堆事 這個有必要嗎 反正媒體這個事情 基本上還是要尊重他的獨立跟專業 所以我做這樣修正看你們可不可以接受 保留 這個到底要誰 這個依法去派就好了 哪有 依法人做接 現在是不是政府主委在監 跟院長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長期都是 長期都是這樣來派任的 你可以派你的人 可是比較有專業的啊 而且不需要到政府主委 這人事前 人事要怎麼派 只要依法就可以 誰要去接 這是媒體嘛 尊重媒體的獨立性 我已經做這樣修正 不是啦這樣子啦 如果這樣子咧 用賤請案 賤請案才可以接受 好不好 用賤請案 大家 就是你們有這樣的一個看法 然後賤請 院長我了解啦 我們先保留好不好 用我的修正文字我們先保留 好那 2 2 2先保留啦 但是你們想一下如果賤請案 因為 畢竟人事權我們還是要尊重制度啦 那如果長久以來都是政府主委 以前不是我在當董事長我沒有啦 那 我們現在要改變他 你有狀況的時候去接一下可以 可是你要長期當董事長 我的意思是說 副主委遇到的事情以後還是會再發生 如果原庭案賤請 農委會未來 不要不得啦 能不能這樣子你們搶一下啦 好 搶一下 22我們先保留 來 243 23我們同意遵照辦理 好 243那我們就通過 243之1 跟委員報告 我們有 跟委員有協商 有一個修正文字版本 來 那個修正版本有沒有給委員看過 有 這邊原來最後的四個字 不得入國 我們是不是可以 這個建議修正為 拒絕其再入境 可不可以接受 我想請問一下齁 你們之前不是宣布說以後 只要抓到他就不能入境嗎 你這個拒絕再入境是 他已經入境了 還是可以讓他入境嗎 不 對嘛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提說 要不要修法 結果有人說 這個法已經 就可以用了 沒有爭議 講清楚一點 我坐在這裡 結果現在 沒有啊 還是 抓到還是可以進來啊 抓到還是可以進來啊 你現在講 對不對 他這邊講 不是不得入國 是不得再入境喔 就進來以後 以後再 下次再不能進來啊 這兩回事耶 這個 拒絕其再入境 就是表示不能再進入台灣嘛 不是啦 他講是第二次嘛 就是說他抓到了 罰他 可是他有沒有交嫌不知道 可是他已經可以入境了 結果你們在媒體上講說 現在抓到就不能入境 這到底是怎樣 進來以後 在媒體上 沒有假新聞 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他今天他入境 他 在他邊境檢查上面 發現他有非法的 攜帶非法的肉製品 我們給他裁罰之後 我們給他裁罰之後 因為我們本來 我們依法 他就有一個月的繳交的期限 那所以說 他 未來 如果說他在 這個繳交期限呢 他沒有繳交 然後他如果未來再有 要再入境的行為 所以我們就拒絕他再入境 這樣合理啊 是 當時修法是說 只要抓到 就不能入境 不是不能再入境 先收起來 這兩回事耶 對不對 那是得而已啊 滿有意啊 這兩回事啊 當時哪有修法 你講給我聽啊 哪有修法 齁 這個有跟國昌講嗎 他有跟他協調嗎 齁 我們先保留好了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要協商是在這裡談 怎麼還要在國昌獎獎獎 沒關係啦 這個保留就保留 當時我們提說要修法 把它明確化 你在那邊說不用 你修法 你修法根本沒有用的修法 我已經買 那個 蚵蚵蚵 蚵蚵蚵 那個 楊桃枝來了 齁 我們可以 大家修法 有看過嗎 好好的 降一下 火氣喔 你不要對外面講說 只要抓到 一個人進來 他實際的狀況是 不得再入境 這是兩回事啊 好 二四三十一 我們先保留 先保留 大家再想一下文字齁 來 我們進入林務局 來林務局 林務局 在第一幕林業試驗研究 委員會是照列 是照列 那 我們審查會 我們黨團也沒有提案 我們就 照委員會的決議來通過 那麼 第二幕 第二幕 一般行政 委員會也是照列 那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是一般行政 欸 第二幕 有沒有一個提案 欸 江委員的提案 那你怎麼會跟第四 沒有 因為他一個提案寫兩個 內容寫兩個 所以他有 那個 委員 那個江委員 我們在 第二幕跟第四幕 他這個是第四幕的啊 跟委員報告 我們後來在委員會的時候 那時候審查的結果是兩個 第二幕跟第四幕就併起來 就凍結第四幕的百分之十 然後並提專案報告 所以第二幕就 就 就 就照列啦 齁是這樣子啦 委員 你的提案第二幕跟第四幕是一樣 所以我們在第四幕處理啦 你是動解百分之十提專案報告 我們在第四幕處理啦 因為一般行政都是人事會法定支出 你在這邊做專案報告沒有意義啦 要在第四幕臨業發展你才有意義啦 對 是 那你是二、四 提的都一樣啦 是 對 沒有錯 沒有錯 好不好 那第四幕來做專案 所以第一幕喔 我們就照委員會的意見 因為 沒有提案我們就照 那第三幕喔 第三幕臨業管理 也沒 委員會 也 通過 決議通過我們就照委員會的意見處理 那 喔喔喔喔喔 來來來等一下等一下喔 我重新修正喔 第三幕的臨業管理委員會 在 第三節 野生動物危害龍林咒物補助計畫 四千六百三十九萬八千 凍結百分之十 並提專案報告 我們就 尊重委員會的意見 喔 就通過啦喔 第四幕 臨業發展 臨業發展喔 在 委員會是 凍結百分之十五 並提專案報告 那 那 第四幕 第四幕 那第四幕 我們這裡喔 江委員 有提 臨業發展 凍結百分之十 提專案報告 但 我跟江委員報告 我們在 委員會已經凍結百分之十五 所以我們能不能併入 提專案報告 可以喔 好謝謝 那麼 親民黨黨團是凍結百分之十 也是在十五之內 我們就併入 凍結百分之十五 提專案報告 好 謝謝 我講一下 好來您講 這一體是兩百四十五嗎 兩百四十五 對 因為我要替這個 巡山員喔 講一下話喔 因為他們是在守護山林的第一線嘛 那平均喔 每位 這個 這個 護管員喔 他們守護大概要兩千 多公頃的這個林地喔 其實他們的工作內容喔 包括在最前線茶器那個稻坎的啦 還有搶救森林的火災 協助山難的收救等等 其實這些工作都是非常的危險喔 那相對應他們的待遇來說喔 其實他們的待遇都蠻低的喔 那二 兩萬六起薪 最高也大概到三萬三而已喔 其實我們今天提這個案子的目的喔 就是希望說 林務局能夠重視 並且提高 森林護管員的待遇啦 如果行政院能夠承諾的話 那我們也願意把它改為主決議啦 要不要回應 好來 告路委員 有關於巡山員的這個薪資喔 其實我們在委員會跟這個大院都有提案過 可是一直卡在就是說 而是人事 人事嘛 都一直卡在就是說行政院這邊不同意 那這樣的薪資他們在這個 在那個守護森林的部分 其實對他們來說是傷害 而且 在去年的時候 在花蓮 又有這個 巡山員摔到三下 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這一個部分 其實 應該 基於就是 保護這個巡山員的權益喔 我覺得要支持啦 好來 那個副主委你說明一下 是 跟委員跟大院報告 事實上我們也根據委員提案的精神 已經提出一個專案全面提高這個 巡山員的這個作業費 當然這個案子已經送到行政院的 也要這個行政院的支持 來通過 好 那 這個 那就併錄啦 併錄啦 好併錄 好 那就併錄 那併錄你下個會期 你要來做專案報告的時候 你就要把 結果要跟 跟委員報告 這個要納入喔 是 好 那麼 246 247 測案 248 249 248測案 249 改凍結業務會 這個 也是 通案啦 通案處理的 案件喔 我們就依通案處理 而且它凍結300萬 我們這邊都已經凍結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五是多少的你知道嗎 百分之十五大概就 六億多了 所以你 我們是不是併錄啦齁 好 那林務局有沒有主決議 好 來 250 廖偉你的文字修正呢 有在我們的貶子裡面嗎 有 好我們就看 250 250 來 請各黨團 看一下250的文字修正 林務局 未來相關業務 若涉及援助民主傳統領域 應先與部落溝通 並取得共識 並應與部落共同 攜手 攜手 呵護 捍衛 森林資源 是這樣 改這樣子嘛 是 我念得不對嗎 是 有感情啦齁 可以齁 是 好 我們就修正通過 是 那 251 我們遵照辦理 好 252 是 我們遵照辦理 好 那就通過 好 好 這個 來 我們水土保持局 水保局 來 水保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單位 對農民 是非常非常非常 用三個非常齁 所以就拜託大家手下留情啊 何績何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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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私入口上面 來 來 水保局 第一幕 水保局 第一幕照列 第一幕在委員會 大家齁 所有的 所有的 經濟委員會的委員 都捨不得 檢列喔 水保局的預算 因為對農民的融入 實在是太重要了 我在這邊真的要拜託 大家 各位委員能夠手下留情喔 所以第一幕 水保 在 委員會是沒有檢列 但是我們 我們 我們在黨團也沒有提案 謝謝大家 所以第一幕我們就 照委員會 的決議 我們就通過 第二幕一般行政喔 啊 委員會 也沒有 檢列喔 就照案 照列喔 那 啊 我們 第二幕 第二幕 在 我們的 黨團 也沒有提案 所以 因為有兩岸策案 所以沒有提案 我們就照委員會的意見通過 第三幕 水土保持 發展喔 那麼 這是第三幕 那麼 委員會 是在 第一節 三十億 凍結百分之五 做專案報告 啊 那麼 在我們 第三幕 有 幾個案 我看 喔 第三幕蠻多的咧 好 都撤了 全部撤掉 我跟你講 十億的案子 只要是 榮業縣的 委員 這 絕對 這個是 命脈 來 那個 那個 257 257 喔 257也撤了 好 謝謝 撤了 謝謝你 257我來講一下 好你講一下 然後就 水土保持 在山區的部分 真的是 太重要了 重工之重 我們不能夠 所以我還是要跟農委會做一個期許 你們在這個整體計畫審查的部分 以及工程進度管控的部分 希望你們一定一定要再加強 好不好 好 請水保局記住 好 那我就同意策案 好那就策 這樣講得比較客氣 對 那 周成今天 他理想 我很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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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259 260 261 262都撤 那 賴委員他 凍結兩千萬 提書面報告 這個是 通三的部分 我們就義通三處理 好不好 好不好 不是 蛤 253剛才撤了 253是 凍結兩千萬 提書面報告 我們要撤掉 他是整 提書面報告 他是總稅出 是 唉 撤掉 撤掉 謝謝委員 謝謝 感謝 謝謝委員 撤掉啦 這個 這個 你凍結兩千萬 沒有意義啦 感謝 來 那個 263 我們就義通三處理 264 測案 265 測案 好 那麼第三幕 第三幕的第一節 我們就凍結5%提書案報告 是 好 我們就委員會的意見 是 那第四幕 一般建築及設備 你們沒有 沒有 所以 這個 我們就沒有 數字可列 我們就不宜處理 第五幕 第一倍金20萬 我們就通過 是 好 那有沒有主決意 有 有 來 267 大家看 267 減情案沒有關係 267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招案 招案 招案通過 好 那你們的 只有一個嘛 主決意只有一個嘛 好 那你們結束了 謝謝 謝謝委員 叫很多人測案 是不是你要答應很多事情 沒有啦 他是幫忙很多事情 幫忙很多事情 然後 然後 然後樓民就回饋 不要被掐住了 齁 蛤 其實沒有關係 蛤 蛤 其實沒有關係 蛤 不要怪怪 這個委員會 都是照列 齁 沒有 那我們就 也沒有提案 我們就照列 齁 現在到臨事所嘛 農事所 沒有提案 要不要等一下 來 等一下 等一下 來 好 農事所 來 各位注意一下喔 現在 我們要審議的是農事所 我們的 都是農事所 因為我們要照 林事所 不不不不 因為我要照程序來喔 我要照水保局之後 雖然農事所是沒有被撿累 但是我還是要讀過 因為我們這個是 要經過大家的同意 送院會的 喔 都有 對 農業試驗所 農業試驗 第一幕 農業試驗研究 委員會是 照列 我們就 同意通過委員會的決議 第二幕 一般行政 照列 我們就同意通過委員會的決議 第三幕 農業數位化發展 我們 照列我們也同意通過 委員會的決議 第四幕 一般建築及設備 我們 也照列 因為我都沒有提案 所以我們 也同意支持 委員會的決議 第一倍金30萬 我們 也支持 這個 委員會的決議 我們就通過 那麼 我們就進入 林業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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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幕 林業科技 四月研究 委員會 是照列 我們 就通過 我們也沒有提案 就通過 委員會的決議 第二幕 一般行政 委員會 照列 我們也沒有提案 我們 就通過 委員會的決議 第三幕 林業管理 也沒有 也沒有 委員會 也一樣照列 我們 也沒有提案 我們就 通過 委員會的 一個決議 第四幕 林業發展 委員會 也是照列 我們 有一個提案 但已經 策案 所以也沒有提案 我們 第四幕 好 第四幕 我們也沒有 對不起 第四幕 林業發展 檢列 五十萬 在 國家 植物園 方舟計畫 這個我們就 照委員會的意見 通過 檢列五十萬 那我們 黨團也沒有提案 所以 第四幕 就檢列五十萬 在 第五節 國家 植物園的 方舟計畫 那 第五幕 一般建築及設備 沒有 預算數 我們就不以處理 第六幕 第一 一倍金二十萬 我們就 照委員會的意見通過 好 我們 院長 268 269 你沒有練到 不過這兩個 策案 有 對我剛才有講 268 策案 269 我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269 水產試驗所還沒有到 好 現在進行 沒有 沒有主決議 好 來水產試驗所 好 加油 水試鎖 來 水試鎖 來 水試鎖 第一幕 水試鎖第一幕 水產試驗研究 在委員會 是照例 我們就尊重委員會的意見 因為我們也沒有提案 我們就 照委員會的意見通過 第二幕一般行政委員會 也沒有檢列 也沒有 就是照例 我們就 我們沒有提案 我們就遵照 委員會的意見 我們通過 第三幕 農業試驗 這個 第二幕 第三幕 農業試驗研究 我們 我們 委員會 也是照例 我們就 尊重委員會的意見 我們就通過 第四幕 一般建築及設備 二六九案 喜書化委員 同一策案 好 同一策案 所以我們就 照 原意算數 就照例 第五幕 第一倍金二十萬 我們就照例 來 好 有沒有主決議 來 我們就進入 續產試驗所 謝謝 續產試驗所 續產試驗所 在 續產試驗所第一幕 序幕試驗研究 那麼 委員會是照例 是照例 沒有 減淚 任何預算 但是我們 孔委員文集 有一個提案 凍結百分之十 算了啦 好 提書面 提 書面建議 書面 那要不要到百分之十 要不要到百分之十 我們 提書面 想了解 序幕實驗研究 這策案 好策案 這個沒有意義 謝謝委員 好策案 好 謝謝 那 第二幕 第二幕 一般行政 委員會 就 照例 那我們黨團沒有提案 我們就 通過委員會的決議 第三幕 一般建築及設備 委員會 也沒有提 這個沒有 沒有 沒有 預算數 我們就不處理 第四幕 第一倍金二十萬 我們就照委員會的意見處理 好 沒有主決議 再下一個是 好 加暁衛生試驗所 好 第八 加暁衛生試驗所 第一幕 動物衛生試驗研究 委員會 照例 我們 沒有提案 所以我們 通過委員會的決議 第四幕 一般行政 委員會照例 我們 也沒有提案 我们就尊重委员会的意见通过 第三目农业试验发展 我们委员会没有照例 那我们也没有提案 所以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四目一般建筑及设备 委员会就照例 我们也没有提案 我们就尊重委员会 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五目第一倍经也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就是十万 第九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 第一目农业药物及植物保护试验研究 委员会照例 我们党团也没有提案 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通过第二目一般行政 委员会就照例 我们也没有提案 我们也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三目农药检验及登记管理 委员会就照例 那我们也没有提案 所以我们一样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四目第一倍经 委员会也一样照例 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那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特生中心 第一目特有生物研究 委员会是照例 我们也没有提案 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二目一般行政 委员会照例 我们也通过 我们没有提案 也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三目容易试验发展 委员会照例 我们也没有提案 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四目一般建筑 几设备 没有预算数 我们不处理 第五目第一一倍经八万 我们就遵照委员会的决议 通过 那么茶医改良场 茶医改良场第一目 茶医技术研究改良 我们委员会照例 我们也没有提案 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二目一般行政 委员会照例 我们也没有提案 我们就尊重委员会的决议 通过 第三目容易试验发展 委员会照例 我们也没有提案 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四目一般建筑设备 没有预算 我们就不予处理 第五目第一一倍经十万 我们通过委员会他们的决议 第十二项 种苗改良环植场 第一目 种苗研究与改良 委员会照例 我们没有提案 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二目一般行政 委员会照例 我们也没有提案 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三目一般建筑及设备 我们委员会照例 我们没有提案 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四目第一一倍经 我们就造委员会的决议通过 桃园农业改良厂 第一目农作物改良 我们委员会照例 我们没有提案 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二目一般行政 委员会照例 我们也没有提案 也一样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三目 荣业实验发展 委员会照例 我们也没有提案 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四目 一般建筑及设备 委员会照例 我们也没有提案 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一一倍经 委员会的决议 我们就通过 苗栗区农业改良厂 农作第一目 委员会照例 我们也没有提案 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二目一般行政 委员会照例 我们也没有提案 我们一样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三目 农业实验发展 委员会照例 我们也没有提案 我们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四目 第一一倍经 我们也一样通过 委员会的决议 台中区 荣卫改良厂 第一目 荣卫 这个委员会 他们 照例 那我们 也没有提案 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二目 一般行政也一样 委员会 就照例 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三目 委员会 是照例 我们也一样通过 委员会的决议 第四目 一般建筑及设备 没有预算 我们不宜处理 第五目 第一倍经十万 委员会照例 我们就通过 委员会的决议 台南区 荣卫改良厂 第一目 委员会 它是 照例 我们 没有提案 我们就通过 委员会的决议 第二目 一般行政 委员会照例 我们也没有提案 所以我们 也通过 对 委员会的 通过委员会的决议 第三目 荣卫试验发展 委员会 照例 我们也没有提案 所以我们 也通过 委员会的决议 第四目 一般建筑及设备 委员会 照例 我们没有提案 也通过 委员会的决议 第一倍经 我们也通过对委员会的决议 然后高雄区 荣卫改良厂 第一目 荣卫 那个 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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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照例 我们没有提案 所以我们也通过 荣卫 荣卫的 一个 荣卫 荣卫 第二目 一般行政 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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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提案 也通过对委员会的决议 第四目 一般建筑设备 没有预算数 不宜处理 第五目 第一倍经 十万 我们通过 委员会的决议 花园区荣卫 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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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第一幕,委員會照例,我們沒有提案,我們通過委員會的決議 第二幕也一樣,第三幕也一樣,第四幕也一樣,第五幕也一樣,我們都通過委員會的這個決議 好,我們進入第1月鼠及首鼠 1月鼠及首鼠 1月鼠在第一幕,在第一幕,是沒有任何的,就是照例,沒有任何的刪解跟凍結,是照例 那麼在我們的部分,在第一幕的獎補助會,賴委員他用凍結一千萬 但是這個是通案,所以依通案處理 好,我們依通案處理 那272,漁業管理 我們第二幕,第二幕,我們第二幕一般行政,委員會照例 那我們黨團也沒有提案,所以我們就通過委員會的決議 第三幕,漁業管理 第三幕漁業管理 那麼委員會 那麼委員會 總共在幾個項目有做處理 在第一節,他們檢列100萬 在第四節,檢列,凍結5%提專案報告 在第八節,凍結5%提專案報告 好 那麼第三幕,我們有幾個提案 我們有幾個提案 第三幕有幾個提案 我們要徵求各位委員的意見 國民黨黨團 許委員育人 他提案凍結5千萬 這個要不要 斟酌一下 人沒有來算 好,策案嗎 好,並委員會 委員會 在 我們委員會 他的專案報告是指定在養殖一月管理 以及一月用油補貼兩項 一月電台 一月用油補貼 一月用油補貼 所以我們 要不要,你要納入哪一項 那就其中一項就可以了 好 二七二二七三,就把它變進去 好啦 二七二二七三 我們兩個案子 就併入 第三幕的凍結案 就併入第三幕的凍結案 就是以 委員會的凍結為主 併入 好 二七四 二七四 改凍結 也是百日五 提專案報告 那一樣併入就讓他們 他們本來就是要來專案報告嘛 那就併入 第三幕的 這個 專案報告 那麼 有 有名兄 你有一個提案是 凍結百分之二十 渡月管理 來,郭昌 郭昌兄要不要說明一下 重點是 要專案報告 因為這件事情齁 對我國遠洋漁業的發展 或者是說 不管是我們漁民朋友他們的權益 或者是外籍的移工在船上面 他們工作勞動條件的保障 我相信這個是我們邁向一個真正的文明國家 跟世界上其他的國家贏得他們的尊重的一個關鍵 那凍結的數目我們沒有堅持 不過專案報告這件事情可能必須要進行 好 那麼黃委員郭昌他對凍結 我們就凍結配合委員會的凍結5% 然後提專案報告 但是要針對剛才實在力量黨團提出的問題 在專案報告裡面要把它呈現出來 是 我們尊重管理 好 那277就併入 就併入 改組決議 喔 已經改組決議 組決議在哪裡 好 來 277的組決議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齁 是 好 那我們277改組決議通過 然後 來 第四幕 預約發展 預約發展 是 整幕喔 凍結5% 提專案報告 好 那麼 那麼 278改組決議的 組決議的內容 大家 是在大本的裡面 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尊重辦理 好 那278我們就 照 我們就改組決議通過 那麼 那麼 279 喔 凍結 六百萬 但是 審查會已經凍結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 大概有 五千萬 所以我們是不是 併入審查會 凍結百分之五 提專案報告 好 謝謝 280 賴斯堡委員 這個是通案委辦會 依通案處理 好 那麼 281 策案 282 也策案了 好 策案 來 我們就進行主決議 283 和283 有沒有 那個 榮委會283 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我們尊重辦理 283 大家看一下喔 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就 召喚通過 284 是我們尊重辦理 好 那就通過 285 我們尊重辦理 好 那就通過 來 286 是尊重辦理 你那個 那個 那個 兩個月改下會期好不好 是是是 好 因為兩個月 剛好過年 沒有問題 那不過 286這個案子喔 針對於有關於漁民身份啊 的認定 其實我之前在委員會質詢過幾次 那 這個事情 你們要面對 我知道 我質詢完了以後 你們針對有關於漁民身份的認定 所謂漁民身份的認定啊 我相信農委會很清楚 有的是戶籍在那個地方加入漁會 可是實際上面根本就沒有在從事漁業活動 因為你們現在對漁業活動的認定標準非常非常寬鬆 但是有另外一種人呢 是他真的住在那裡 他也在那邊做漁業活動 但是他因為可能社會生活關係上面 他刑事上面的戶籍 未必放在那裡 結果反而遭到了 你們現行認定辦法裡面 要把它從漁會裡面去除戶 這樣子的結果 那等於是說 我們對漁民的認定 現在反而是誤虛而不誤實 真的在做漁獲活動的 反而會因為這些刑事要件而被淘汰掉 好 那這個事情我知道 你們有在研議 你們也找學者做研究 但是農委會回去以後 能不能給我一個解釋 那個解釋是說 你們花納稅人的錢 去做了一個有關於漁會資格 跟漁業勞動相關問題的研究 這個研究報告裡面 把一些問題跟現在的狀況 都點得蠻清楚的 你們為什麼這個研究報告列密件 我第一次看到一個研究報告列密件 這個不是有關於我國國防發展 或者是我國國家機密之研究 這個是針對漁會 會員資格跟漁業勞動相關問題之研究 怎麼會編密件呢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機密的資訊啊 我整本看來看去 針對未來漁業法的修正 有很重要的啟示 不管你贊不贊成這位老師的觀點 但是你們編密件就 讓我覺得很錯愕 怎麼會這種事情會編密件 要說明一下還是怎麼樣 跟大院報告 也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因為這是我們一個補助的研究案 那當然因為它目前還不能代表我們的政策 所以我們也當然說這是屬於它的個人意見 那它提出來之後 我們會納入作為政策的參考 但是因為它是個人學者的意見 所以我們也怕說公佈之後 會有一些對於這些漁會啦漁民資格的影響 那所以我們希望說未來作為我們政策整體 不好意思喔容我打岔 所有政府機關委託外面學者研究的 本來就不代表那政府機關的意見啊 全部都是委外的研究啊 他的觀點經不經得起考驗 在政策上面有沒有具有可執行性 這個都是公眾監督 以及在政策討論可以進行的實質內涵嗎 但是怎麼會用這個當作理由 把這個研究計畫 跟研究報告編列為密件 那如果是按照剛剛副主委講的這個理由 可以成立的話 那豈不是我國所有政府機關委外研究報告 全部都要編密件 我們會尊重 委外研究那個屬於公務財還是私人財財 應該是公務財吧 委員的意思是這樣子啦 就是 你公佈不代表是你的政策啦 是他的研究報告啦 是 齁 那他的研究報告你既然委託 他一定有他的看法 如果 非屬 公佈之後會影響大眾 還是消費者的權益 齁 那應該不是所謂的秘密啦 我們後來 我們後來做事 那我想一下 是研究報告 無所謂公佈公佈啦 當然 立委跟你要拿去看沒有關係 這沒有所謂 是 因為沒有行程政策 這樣很密件 不是密件 那王公商委員你們講到要修法 他叫你要這個 兩個案內向本院提出現場報告及修法查案 你 你說沒問題 這個是 你兩個要提出來嗎 下會期 跟 請月署說明一下 來來來 我修 修法修法修法 修法修法委員 你自己可以主動提提啊 這個 這個是說 委員是要求我們提出草案啦 我們初步的草案 我們先提出來討論 這樣子 那 如果要 草案也要上網公佈兩個月啊 對 我們初步要 農會內部的草案 有需要修法嗎 嗯 是可以考慮來檢討 考慮 那王公商委員 這是要修法 剛剛 黃委員所提到的是 因為現在我們儀會會員有婚糧 可以加入儀會為會員有兩種 因為我們是戶籍所在地的儀會 我知道 另外可以傳籍所在地的儀會 等一下 你不要回答理題啦 修法工作你是 你要提還是 他叫你兩個月也提出來 你提得出來嗎 來 黃委員 這個問題啊 不是在這個會期 討論預算才提出來 之前在委員會 質詢過 也跟農委會的官員 針對這件事情 深入交換意見 農委會 如同院長剛剛所財事 院長剛剛講的我同意 就是夏會期 他提出來的進行專案報告 他也可以勇敢的跟大家講 農委會的立場是 沒有必要進行修法 你在提出專案報告 跟社會大眾說 沒有必要進行修法 你當然必須要對於你報告 所提出來的觀點 辯護嘛 負責任嘛 那第二個是 從目前現行 所出現的狀況 其實剛剛農委會的代表 我知道講的 要保留一點彈性空間 這個我都尊重 但是我也知道 你們心裡面很清楚 要解決這些問題的話 其實修法 才是真正 能夠解決問題的方法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你們才會不斷的去針對 有關余會法的修法 再進行研議嘛 你們也會開始去處理你們的草案 你們也才會因此 而去委託學者專家 去進行這些研究計畫 這些事情 都不是今天才發生的 這些事情事實上 從前年開始 陸陸續續 相關有關於余會法修法的議題 你們就不斷的再匯整一些資料 聽取各方的意見 農委會在過去的這段時間當中 所做的努力 我也都了解 那只不過說 這件事情到底要怎麼解決 你總是要有一個行政部門的態度 跟立場出來嘛 如果說 不需要修法 你就勇敢的講 在你的報告裡面 跟大家說明 說你為什麼覺得不需要修法 那這些問題是不需要解決 還是透過現行法規範之解釋 能夠獲得解決 如果說需要修法 那整個修法上面 目前農委會對修法 修正草案的規劃 它的內容 它的方向 到委員會來進行報告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我建議 我建議 我建議議員 跟 各 漁會 各縣市的漁會對漁民的認定 你們做一個 做談會 然後 了解漁民 要 這個身份 那到底最後要不要修法 剛才黃委員講得很清楚 如果 現在的法令 足以來認定 那你就不必吧 那如果有所不足 當然是把它理清楚會比較好 所以 黃委員並不是說你一定要修法 但是你不修法你要有理由 那在夏慧琪你們就提出一個報告 這個 我覺得還好啦 沒有 我講一下嘛 這個文字寫得很清楚嘛 要你兩個月內 向本院提出 夏慧琪也向本院提出 檢討報告 這沒關係嘛 補救措施 這是對的 集修法草案 以保障移民權益 就是讓你兩個月內提修法 那在文字 假如要不要修法 可以談的話 那原理修法的 原理要不要修法 應該是這樣的 文字才對的 蛤 我們建議 能否改修法的方向 檢討修法的 檢討修法的方向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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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院長報告 事實上 兩個A要提出來的 真的不行 這個夏慧琪要提出來的 跟總召 跟院長 還有跟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余業署剛才講的 其實是需要修正啦 第一個 跟大院提出一個完整的專案報告 我們要檢討整個漁民漁會的身份 這個 是不是需要修法 或者是需要相關的補救措施 這個專案報告 我們一定在夏慧琪會提出來 那如同剛剛委員所說的 到底需不需要修法 我們也會在這個專案報告裡面 做一個完整的呈現 那因為 事實上 如果要跟大院提出一個修法草案 根據整個法制作業的時間 絕對是不夠的 絕對是不夠的 所以剛才余業署的代表 這樣講是不對的 我們要修正 是 那但是我們到底要不要修法 我們會在這個專案報告裡面 做一個完整的報告 所以這裡請 好 謝謝 有關約署的部分 我相信副主委跟署長很清楚 11月6號 南部的漁民 尤其沿洋漁漁漁民 他為了沿洋漁漁三法的事情 綜華 小事情都綜華 讓他沒有辦法維持基本的生計 那11月6號 來台北立法院陳情 那我想請教署長或副主委 目前他的訴求 我們目前處理的進度怎麼樣 可以不可以說明一下 來 那個副署長 來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11月6號以後 我們有到 我們的 陳代主委有帶隊到東港 跟琉球 去辦縮林會 因為訴求我們一一在內館 在檢討 有在處理 有在處理 因為那邊是 以前我的 很多朋友都是漁民嘛 在抓黑鮪魚的 所以 我 他們有在處理 給我講一下好了 有關於沿洋漁漁三法 是我們這一屆 在立法院委員會審查通過以後 在院會沒有通過表決 大家無疑通過了 然後選舉的時候變成大議題 變成是政治黨的問題 那時候為了 怕被歐門擠牌啊 我們內部為了這個問題 在今天委員審查說 內部政治小組 為了這個問題 不斷爭辯 後來出委員會乃至於到院會 沒有人有這個意見 啊 現在 要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當然人要 違法要 要罰嘛 那就變成一個政治事件 變成民進黨執政的錯誤 這個是合計不公平的 所以在談到 有關於要修法的事情 我為什麼這麼care 就是說 洪通委員這個案子 就是檢討檢討報告 不就錯失 應該是修法的可行性嘛 不是 這樣就好 我們把分子消了 修正一下 黃委員可以這樣嗎 可不可以這樣子 可行性啊 沒有問題啦 你要把它改成齁 什麼修法的方向啊 修法的必要性 可行性 效益性啊 你要寫成這樣 我都沒意見 但是我要再強調一件事 這一件事情 不是今天才發生的 從這個議題提出來 請農委會回去研議 已經一年多了 如果說啦 今天農委會最後 到委員會來進行的專案報告 是沒有修法之必要 你們敢做這個結論的話 那當然就沒有 修正草案的問題嘛 但是我要反過來講 是你們如果認為整個余會法 本來就有修正之必要 搞了一年多 結果到現在 下個會期 修正草案都還提不出來 我必須要不客氣的講啊 這樣的行政部門是要推動什麼改革 搞兩年多修正草案提不出來 就照黃偉的意見啦 孫子調整一下 好吧 好啦 黃偉也同意啦 也同意 你要不要修 不要修你要講清楚 不要修的理由 那要修速度就要快 但是 我們很多法修了之後 都 才後悔 我們修的有一點太嚴格 我們其實喔 都是執政黨在背負責任 都是 但是背負責都是我們立法院通過的話 遠洋三法 其實 是 是歐盟 已經給我們黃牌 要求你如果不改進 我那時候在當農委會主委 我們的配額 零 本來是一萬噸 零 所有的遠洋遺船 他說你的 幽靈船太多 掛其他國家的國旗 就到 公海捕魚 結果 配額 零喔 你說我可以抓啊 但抓沒有一個港口願意 買你的貨 所以 那時候就撿船 他要求你撿船 要處理 幽靈船 所以那時候我們 花多少錢再處理 到最後 一年之後 他重新檢視再恢復給我們配額 所以 遠洋的一個制裁 跟近海一越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一方面的管理 有時候不是我們政府可以做主 因為他自由組織的 所以我們這樣子啦 就照這個樣子來決定 那個當初在遠洋一越商法修正的時候 歐盟代表非常強勢 尤其那個瑞典人 我在我辦公室跟他正面過 他們非常強勢的 他不如我們修了 修了變成 這次選舉變成執政黨黨的責任 那黨議員大概五億通過了 好 來 我們就二十六案 第二兩百以八十六 那就 補置臭置其修法方向 以保障於民權益 如果不能修法 你們也要具體的提出這個理由 好 那該修就速度要快 好 來 我們就進入下一個議程 是 謝謝 那個 二十一項 那個 動植物 防疫 檢疫局 幾首屬 來 那麼在 這一個 第二十一項裡面 我們 在委員會 第一幕 動植物防檢疫技術 研發 我們是造列 那麼我們第一幕 我們有一個提案 是李燕秀委員 他 他改組決議 那組決議有沒有問題 剛發給大家的 在二八七 來 來二八七 看一下 欸 欸 看你們看看齁 來 提出面報告這邊我們遵照辦理 好 但是一個月 你要用一個月嗎 是不是可以 用下個會期這邊來提出什麼報告 下會期喔 好 我們二八七改組決議通過 那 二 第二幕 第二幕 一般行政在委員會是造列 但是我們第二幕 在 黃 委員國昌 國昌兄你 這邊有凍結10% 那 一般行政都大概都是 人事會 一般的事務會 那 要不要凍結10% 要不要請國昌兄您來 表示一下意見 那我說明一下齁 就是說 這是因為中國豬瘟的事情啊 那 讓大家其實深刻的體會到說 我們農委會 他們透過委辦的方式 在做的 米格魯 那些檢疫犬 其實對於台灣 有很大的貢獻 對 但是我們 我後來實質上面啊 因為最近這段時間 也有收到一些 不能講是申訴啦 是陳情 就是希望我能夠多去了解說 因為其實很多政治人物喔 大概 什麼西長海關 都喜歡去跟狗狗拍照 很可愛嘛 這無可厚非 但是我們更應該關心 是說帶著狗狗的那些 林犬員 他們現在的狀態 因為 農委會現在喔 針對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們基於行政效率 還是有彈性 什麼樣的考慮 是透過委辦的方式 交給一個社團法人 那由那個社團法人 來去負責狗的培訓 林犬員的訓練 然後他們的招募 薪水的發放 那我看了過去這幾年的預算書 每一年固定 給那個社團法人 大概就4300萬 那我後來看了那個計算書 那個過去這幾年 整個那個計畫書裡面 預算的內容 其實我看了心裡有一點難過 因為 你們 林犬員喔 進入的門檻喔 3233那個門檻 我覺得還OK 但是到第八等級 已經到一半了喔 最高最高 4萬塊 那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 我連續幹7年 年年要假等喔 年年要假等 然後可以升到最高等級 第八級 一個月領4萬塊 我永遠就 再也升不上去了 那對於那些林犬員來講 我們希望說 他需要經驗 他的專業 他的累積 要把人盡量給留住 那我看到這個現象以後 我當然會去問那些領犬員啊 啊你們領這個錢 到底是夠還不夠 我才知道他們 原來其實 如果不是因為自己就愛狗 要不然真的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犧牲 像我們今年 2019年 軍工叫調薪3% 基本工資調漲 大家知道這個林犬員薪水多多少錢嗎 一塊就不夠 一模一樣 然後他們在輪班的時候是 國定假日 他們還是要去文吧 他們國定假日被排班 啊也沒有加班費 就跟一般上班的錢是一樣的 然後不曉得是因為 你們所委辦的那個社團法人 錢不會花還是 就是他們錢亂花 啊有一些在照顧犬舍的人 人力也採檢 所以變成那些林犬員 他們回到犬舍以後 還要負責清理犬舍 然後去照顧那些狗 那我知道台中跟金門都被裁撤了 那前一陣子大家就在關心的 就是說你金門只有那三個狗 三隻米格魯 然後這樣子操 那是不是就是真的附和的了 會不會產生防疫的漏洞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提這個案子是要拜託農委會 就是針對檢獄犬 林犬原則 這個整個制度 不要就是 英雄過去那樣的方式 就完全就是 委辦我一年4300萬給你 那實際上面 因為它等於是在看守 我們國家最重要 入門的第一個關卡 那我希望你們在制度上面 去做檢討 所以制度上面去做檢討 包括了說 你們是不是要繼續用偽辦的方式 那即使是要用偽辦的方式 是不是要跟你們被偽辦的對象 就是那個社團法輪說 你內部的制度要建立的好一點嘛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提供誘因 讓資深優秀的林犬員 大家願意長期的留任下來 那他們的工作條件 能夠得到適當的保障 那因為有這些好的林犬員 才可以讓我們那些米格魯 真正的發揮功能 所以農委會只要承諾 就針對這件事情 他們進行檢討 來個專案報告 就凍結的數額 剛剛院長建議的 所以要再往下降 凍結個百分之五 我都可以接受 好 那麼 因為這邊喔 針對一般行政 大概都是 事務會用啦 一般的人事會 那麼他是針對 第二幕的 第二幕的 兩千七百六十六萬八千元 凍結百分之十 其實他的目的不是在凍結啦 我們就凍結一百萬啦 但是你們提一個 專案報告就好嗎 專案報告啦 是 這樣很好 我們在消費期提出專案報告 那個 剛剛院長齁 才釋的那個一百萬的金額 我可以接受 因為這個 對對對 那 但是你們下會期提的專案報告的時候 我希望就是說 呃 對於改革的那個內容 就要能夠 具體一點 不是 因為我最近期間 我有跟你們要資料嘛 那你們要資料 來的都跟我講說 我看了你們的書面資料 我真的有 有一點 幫那些領選員報區 是你們坐在中央 部門的辦公室裡面 知不知道人家在第一線工作的狀況 說待遇沒有太差啦 然後說也沒有離職率很高啦 跑掉的人都是因為個人生涯規劃 那當然啦 我幹了十年 我幹二十年 我幹三十年 最多只能領四萬塊 我不走 我還要待 我不走 我還待在這邊喔 可以嗎 對於委員的這個意見 我們非常的尊重 那也拜託委員 未來能夠支持 我個人的工作經驗 過去經歷過軍權中心的裁測齁 那事實上 對於整個國家的這個 檢疫權的這個政策 確實需要一個長期的佈局 我們會提出一個專案報告 OK好 沒有啦 我齁提這個案子 就是在支持你們嘛 是 謝謝委員 你也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不能做預算的擴張啊 是 因為我對比了過去這幾年 你們的委辦費用 給那個社團法人的錢 就一模一樣嘛 那他們當然你說 那個社團法人錢 有沒有用在刀口上 因為有人檢舉是說 錢也沒有用在人跟狗身上 跑去買不必要的車子 這個我現在都不提啦 都不要進入這個細節 但是我重要的事情是說 在制度上面把它建立好 因為我覺得防疫這個工作 對於台灣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是 謝謝委員 那我來處理啦 我來處理就好啦 這個我跟國昌兄喔 我們一般行政喔 應該我們針對這個 呃 零檢錢跟人 他應該在第三幕的防疫管理啦 我們把你的專案報告 就在第三幕 啊結合這個 這個 動解五百萬專案報告裡面 一併 請 這個 防檢局 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喔 你們 針對這個來做 專案報告 就配合 屠宰衛生檢查業務來做專案報告 一併 等一下 我問一下齁 對啦 這是一般 基本上 OK 但是這個會不會動到你們的委辦費啊 所以你在第二幕就會啊 第二幕是一般行政不會動到委辦費啦 現在我 不是啦 現在我就擔心說 就是院長剛剛基本財事的方向 我都願意贊成 也願意尊重 啊我只是現在問一下說 如果移到第三幕 會不會反而去動到人家的委辦費 這個是我的問題啦 好 那請蔡委員來 我呃我來呼應一下這個黃國燈委員的講法 還有剛剛院長調到第三幕 我覺得動植物防檢疫管理啊 確實是我們國家把關的第一線 那不只是這個防疫權 我覺得全組四十七組是根本不夠的 不管是零權員的薪水或防疫權 但是我們應該要去強化 甚至於在這個動植物防疫管理局的這個 這個部分裡頭 還有屠宰衛生檢查 還有其促情的藥物檢測 所以我是建議啦 這一個部分 我們不但不要凍結 甚至於要把它排除在統三的項目裡頭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其實經費遠遠不足 所以我們應該要讓他們 特別我們在防中國的非洲豬瘟的時候 做好把關的效果 但是我複意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求你們提出書面報告 我們是不是轉成主決議 讓這件事情可以好好的推動 但是持續的來要求 持續的來監督 分兩個部分啦 第一個是 如果是提書面報告的話 我可能就比較沒辦法接受 這一定要專案報告的 因為書面報告大家也都知道嘛 送來都作文嘛 那第二個是 確保專案報告的情況之下 到底要第二幕還是第三幕 金額多少 我都願意尊重 農委會 就看主委 副主委 覺得怎麼樣做 對你們現在的工作 的推展 不會有障礙 但是你應該可以了解說 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本來動10% 我推到5% 院長說100萬 我也OK 我的目的就是 沒有要阻礙你們工作 但是確保這個專案報告 真的能夠實現這件事情 要動第二幕 要動第三幕 要動多少錢 我百分之百尊重 看農委會 覺得怎麼樣你們好辦事 好我來處理齁 我們 這個到底 委員會給誰 哪一個 哪一個社團法人 檢驗檢疫協會 動植物檢疫協會 動植物檢疫協會 對 好 對只有一個 那這個委員會 今天有通關三喔 對啊 所以 對不起 謝謝柯仁總召 我剛剛的建議就是說 這一個項目啊 建議排除在桶上 等一下啦 等一下這個 這個我來處理 這個我來說明啦 第二幕的一般行政 我們就 遵照委員會的 他們的決議 就是照列 那我們就 尊重 通過啦 那第三幕 第三幕我們 現在有 柯資源委員改主決議 大家看一下喔 大家看一下 289 主決議 這個 榮委會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現在已經在做了 我們遵照辦理 好那這個就通過 290 策案 291 親民黨改主決議 有沒有問題 是 我們遵照辦理 好291 我們就通過 292 策案 那麼 黃國昌委員的提案 基本上 我們把它 移轉到第三幕 動植物 黃檢疫管理 這一個 木來處理 那麼 這個木本來就凍結 五百萬 而且要做 專案報告了 報告好了 那 這個 黃委員的 提案 的 凍結 的 原由 把它移到第三幕裡面來 配合 委員會 凍結五百萬 做專案報告 我同意院長的建議 好 好 這很清楚喔 我講得很清楚喔 還有一個專案報告 好 那你的專案報告裡面 還有屠宰衛生的檢查業務 這個要併案啦 因為你一個專案報告 你不可能只有講 你就會併案嘛 做專案報告 好不好 好 那就這樣處理 來 我們 一般建築第四幕 幾設備 一百七十八萬 就照列 就通過委員會的決議 第五幕 第一倍金一百五十萬 我們照列 通過委員會的決議 來 我們下一個 農業金融局 好 主決議有兩岸 議二九三有沒有問題 二九三 紅火翼 我們遵照辦理 是 好 那就通過 你看 你們趕快看喔 這個 我們的黨團 趕快看一下 二九四 二九四跟剛剛的 是同樣的精神 我們遵照辦理 好 那就通過 對不起 是在文字裡面 有建議就是也是下會期好嗎 可以 好 那修正通過 謝謝 那個文字可修正通過 你把修正的文字拿過來 是 一個月改 下會期 那本來是下會期 前面那個案子是一樣的意思 對啦 一樣的 對 好 好 那現在我們就 農業金融局 農業金融局 謝謝 農業金融局 第一幕 第一幕 農業金融研發 在委員會是照列 我們 黨團沒有提案 所以我們就 通過委員會的決議 第二幕 第二幕 一般行政 農業金融 委員會是照列 我們也沒有提案 所以我們就通過委員會的決議 第三幕 農業金融業務 農業金融業務 第三幕 許淑華委員他策案 親民黨黨團 凍結10% 但是這是 蔣府租會 策案 但是這是 一通三處理 好 有第四幕 一般建築及設備 委員會是照列 我們就通過 第五幕 第一倍金20萬 委員會也是照列 我們沒有提案 所以我們也通過 有沒有主決議 好 那農經局 你就結束 謝謝 現在在農糧署 幾首署 那麼農糧署 農糧署 在第一幕 第一幕 農糧科技 研發 在委員會是照列 但是在 我們這裡 賴士寶委員 是獎補助會 凍結五百萬 我們這個通三處理 好不好 是 那 農糧 二九八 這個 高路移用 改主決議 有沒有問題 主決議的內容有沒有看 有 是建立原住民雜團 我們遵到辦理 好 那就通過 就該主決議通過 那第二幕 在委員會 是 沒有 這是照列 那 我們也沒有提案 所以我們就 通過委員會的決議 第三幕 農糧管理 農 委員會 是 凍結10%做專案報告 那麼 在這一個 第三幕 孔委員 他是改 凍結14% 一樣 他是書面報告 是 那 所以就併入 委員會處理 那 李玉玲委員 是凍結五百萬 他也改主決議 是 三百跟三百零一改主決議 有沒有問題 你們有沒有問題 書面報告是我們遵照辦理 好 那三百 主決議 我們就 改主決議通過 三百零一改主決議通過 是 那 三百零二測案 有沒有 有沒有 主決議在另外的主決議 沒有 那第四幕 一般建築及設備 483萬 我們就照委員會的決議通過 第五幕 第一 一倍金一百萬 照委員會的 呃 決議通過 好 農委會我們的 二九八的主決議怎麼樣 二九八的主決議 二九八來拿給柯委員看一下 可以嗎 好 那 有沒有問題 我們農委會的預算就到此告一段落 那我們現在休息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後我們繼續 啊 下一個 啊 就換財政喔 財政委員會 也讓大家做一個調整喔 好 謝謝院長 謝謝各位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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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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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拖 謝謝 小鈴 謝謝 你 謝謝 謝謝 。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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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